大家好我是翔哥 今天我們來聊漫畫之神 說起日本最著名的漫畫家 就不得不提首種智蟲了 他的代表作是經典的漫畫 鐵壁丫頭目 可以說是日本漫畫界的開創型人物 日本的漫畫之父 但是要論漫畫家的影響力 在我的心目中 可以稱得上是漫畫之神的 就是畫出了七龍珠的鳥山明了 鳥山明於1955年 出生於日本愛知縣 鳴谷屋的一個小鄉村 而鳥山對於日本人來說 也是一個奇怪的姓氏 這也註定了他來自於一個普通的家庭 小時候的鳥山明 整天就是在青山綠水的田野間玩泥巴 在那個年代 剛剛是首種智蟲的鐵壁阿頭目 火爆日本的時候 鳥山明因為一張海報上的阿頭目 而喜歡上了畫畫 並且對當時熱播的迪斯尼動畫 很感興趣 於是他白天就在鄉間玩耍 晚上就回到家裡 勾勾畫畫 小學時的鳥山明 在一次教室佈置比賽中 因繪製了101中狗而得了表揚 這次鼓勵給了鳥山明很大的自信 進入到高中的鳥山明 加入了漫畫俱樂部 並一度當上會長 這讓他的繪畫天賦 得到了進一步展現 於是到了高中畢業 鳥山明並沒有選擇 繼續進入大學深造 而是直接進入了社會 找了一份工作 鳥山明之所以有這個勇氣 也是因為對自己的繪畫能力頗有自信 但是他並沒有選擇進入漫畫行業 因為這個行業在當時並不是特別火爆的行業 而是選擇了民古屋當地的一家廣告公司 從事海報設計 但平時的工作卻是要給討厭的客戶 畫大量的線稿和素描 鳥山明本人是比較慵懶的性格 一旦加班第二天就起不來 因為老師遲到被扣獎金 他在這家公司工作了兩年多 就離職了 離職後的鳥山明 繼續打工是不可能的 於是就做起了兼職插畫的工作 這樣魂魂叨叨過了幾年 生活反而越發艱難 有時候只能吃便利店裡的過期便當 一直到了23歲 鳥山明還是一事無成 有一次鳥山明在當時講談社的少年漫畫雜誌 周刊少年Magazine上看到一則 漫畫有獎真稿 第一名的獎金竟然有50萬日元 這對於當時窮困潦倒的鳥山明來說 絕對是一次翻身的機會 也讓鳥山明發現了漫畫行業 這個巨大的金礦 於是瘋狂的投入了進去 創作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 阿娃娃世界 從名字就可以看出 這是一部搞笑漫畫 裡面講述了日本武士時代的無厘頭故事 主人公也是模仿當時的美漫超人 這部作品雖然算不上精細 但是已經有了鳥山明無厘頭的搞笑風格 而正在鳥山明信心滿滿準備投稿時 才發現早已過了雜誌的投稿時間 到了第二年 鳥山明發現另一本由極音社出版的 《少年Jump》 也刊登了類似的有獎真稿活動 雖然獎金只有10萬日元 但是他還是把一年前的阿娃娃世界 和一部新作《迷之劫語者》投給了《少年Jump》 右邊這部新作品和第一部作品相比 畫風精緻了很多 雖然裡面很多人物 直接參考了當時火爆全球的電影 《星球大戰》 但鳥山明已經開始展現出了 自己的繪畫風格了 那就是簡約的畫風和偏可愛的人物形象 但遺憾的是這兩部作品都沒有入圍 但當時一名叫做《鳥島和言》的新手編輯 看過《鳥山明》的作品 覺得《鳥山明》的作品雖然不盡人意 但和其他漫畫家相比 素描的功底很強 有工業設計圖的精細感 於是在《回忌評語》中寫道 雖然現在畫的不是那麼好 如果可以 再多畫一些給我吧 這些畫顯然是讓《鳥山明》看到了希望 於是在編輯《鳥島》的要求下 《鳥山明》開始了更多新的創作 在三年的時間裡 畫出了六部短篇作品 雖然當時的《鳥島》 也是剛進入漫畫行業不久 但已經是一名退稿狂魔了 他覺得《鳥山明》的作品 模仿其他動漫形象的痕跡太重 就不斷退稿 僅一年中就退了500多幅原稿 而且《鳥島》很了解《鳥山明》的性格 說如果不按时交稿的話 就要來東京工作 在鳴谷屋的《鳥山明》 非常討厭大城市的生活 于是就非常努力地進行創作 经过了三年多的魔鬼训练 1980年 《鳥山明》推出了一部名为《阿拉雷》的漫画 这部漫画讲的是一名天才的博士 和他开发的机器娃娃阿拉雷 在企鹅村的一系列搞笑故事 而里面的企鹅村 就是《鳥山明》小时候生活的小乡村的魔幻翻版 《鳥山明》的搞笑画风也非常贴合情节 最早的时候《鳥山明》是把博士设计为主角 但《鳥島》觉得机器娃娃很可爱 建议将它作为主角 刚开始的《鳥山明》还不太乐意 但事实证明《鳥島》的眼光是很独特的 《阿拉雷》一经推出 立刻火爆了日本 《鳥山明》本人也声名大噪 《鳥山明》的《阿拉雷》 让吉英社赚到了大钱 于是不断推出它进行创作 《鳥山明》因此有时候三天才能睡一次觉 在年载到第四年的时候 《鳥山明》就已经想把《阿拉雷》完结了 可吉英社和编辑《鳥島》商量后决定 如果《鳥山明》要完结《阿拉雷》 必须要在完结三个月内推出一部新作品 并且火爆程度要超越《阿拉雷》 虽然这个条件很是苛刻 但《鳥山明》还是很有信心 当时的中国功夫电影正在热播 尤其是成龙的功夫电影在亚洲很是流行 于是《鳥島》就建议《鳥山明》的新作品 走中国功夫风 《鳥山明》本人也很喜欢李小龙和成龙 就应声答应了 在这之后 《鳥山明》和《鳥島》经过讨论 决定加入一部古典名作 作为故事的主要创意 一部是中国的经典小说《西游记》 《鳥山明》一开始 希望画一个科幻风格的 现代西游记打怪的故事 但被《鳥島》否决了 第二部是日本江户时期的小说 《南总理见八犬传》 但最后经过讨论 《鳥山明》决定使用西游记里的一些人物 和《南总理见八犬传》中 寻找散落在各地的珠子 作为主要创意 于是这部后来大获全胜 在日本漫画界名垂青史的神作 就是《七龙珠》 1984年《鸟山明》进入漫画行业的七年后 这部有着中国功夫风格的格斗冒险漫画《七龙珠》 开始在《少年降谱》漫画杂志上连载了 主要讲的是 传说世界上有七颗名为龙珠的东西散布在各地 只要集齐七颗龙珠就可以召唤出神龙 实现你的一个愿望 为此各路人马使出浑身解数去抢夺龙珠 这样魔幻的情节设定一开始就很吸引人看下去 再加上《鸟山明》的前作 《阿拉雷》的人气铺垫和更为精致的画风 这部作品在宣传时就被很多读者所期待 《龙珠》里面的主角 借鉴了《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名叫沟空 是一个心地善良 有着猴子尾巴 可以架起金斗云的小孩子 还有一些人物 比如小悟空的同门师弟小宁 是借鉴唐僧 乌龙是借鉴猪八戒 天津犯则是借鉴杨简 《鸟山明》在当时的采访中还坦言 《成龙的罪权》这部电影 对《七龙珠》前期的创作影响很深 很多打斗的灵感就是来源于成龙的招式 也因此 《鸟山明》和成龙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龙珠的初期情节很像《七游记》 比如小悟空他们为了寻找龙珠 历经磨难 很像为了去西天取经历经9981难 但是前五周的年载 并没有如预期一般火爆 一度排名到15名以后 于是编辑鸟岛认为 主角悟空太弱了 要往强大的方向进化 于是龙珠后面的情节 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一部轻松搞笑的格斗漫画 慢慢变成了一部 充满热血战斗的作品 龙珠从1984年开始年载 一直到1995年才完结 年载了整整11年 这是《鸟山明》一开始 所没有想到的 所以这从头到尾的情节 在一开始并不是确定的 而是随着读者的要求 和出版社的压力而形成的 龙珠主要分为六个篇章 其中第一个篇章是寻找龙珠片 这是有着鸟山明阿拉利风格的 一部分作品 但是画风明显更为精致和成熟 《鸟山明》最初想用两到三个篇章 完结整部漫画 轻松搞笑的打怪升级 找到龙珠实现愿望就可以完结了 在第一篇中 故事的主角小悟空是被他的爷爷 也就是一个会中国功夫的老人 在深山里捡到的 而小悟空并不是地球人 而是长着猿猴尾巴 来自遥远星球的赛亚人 小悟空的爷爷从小教他功夫 给他取名为悟空 但是赛亚人有一个特征 就是会在月圆之夜变成巨大的鼓猿 这样悟空的爷爷就被活活踩死了 后来小悟空遇到了在世界各地 寻找龙珠的富家女布马 这个布马之所以找到小悟空 就是因为他拥有一个神奇的 寻找龙珠的雷达 而其中一颗龙珠就定位在 小悟空的爷爷家 后来布马觉得小悟空很厉害 就让他当自己的保镖 一起去寻找龙珠 后来两人发生了很多搞笑的互动 让人觉得他们在未来 会演变成一对couple 不过并没有 小悟空因为救了一只海龟 从而认识了一个色色的老头 龟仙人 而这个角色也是来源于成龙 而这个时候的龟仙人 算是很厉害的角色 小悟空就拜他为师 后来就是在寻找龙珠的过程中 打了一些很弱的角色 还是以搞笑格斗为主 第一个篇章就在这种 轻松愉快的场景中结束了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按照第一篇章 原有的路线发展下去 龙珠最多只能算是一部 优秀的作品 谈不上伟大 正是看到这些格斗场景 带来了好评 编辑鸟岛决定让鸟山明 加大格斗内容的比重 龙珠的情节 就进入到了一个战斗的新境界 天下第一武道会 是龙珠前期很有特色的一个篇章 是专门邀请各路高手进行对决 赢取奖金的一个比赛 这里会遇到各种奇怪 但又厉害的高手 小悟空也认识了他的好兄弟 小林 两人一起训练 就是为了能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 在武道会上 小悟空和小林各显神通 鸟山明也将他简洁 犀利的极致格斗画风表现出来 读者会随着这些打斗的继续 一直期待下一位出场的选手 所以年载的好处 就让少年Jump 一跃成为当时日本销量第一的漫画杂志 而龙珠则成为了 基因社绝对的王牌 武道大会的场面紧张 而也充满搞怪 是典型的鸟山明格斗风格 丰富的出场人物 和难以捉摸的对决 赢得了读者的一片好评 大家仿佛已经忘记了 寻找龙珠召唤神龙这件事 而到了武道会的决赛 则是小悟空和师父龟仙人的对决 其实话到这里 鸟山明也不知道 谁会成为最后的冠军 当时出版社做了一项调查 让读者选出他们心中的冠军 绝大多数人都选了小悟空 于是鸟山明决定 让龟仙人当冠军 最后龟仙人获得了冠军 奖金是50万日元 这里也影射了鸟山明 第一次参加漫画争稿大赛的 奖金50万日元 比赛结束后 龟仙人请小悟空等人吃饭 结果没想到小悟空食量惊人 一顿饭就吃掉了47万日元 后面的部分 鸟山明一直在搞怪和格斗之间切换 总体的调性还是没有脱离 龙珠最初的设定 鸟岛不愧是一个出色的编辑 他看到了热血格斗漫画的巨大市场 要鸟山明将整部龙珠 都往严肃认真的格斗上调整 由此一来 鸟山明就走上了生生不息的格斗之路 到了这里 龙珠后期的基本格局已经定型 那就是以疯狂的打斗为主 但又不是只有血腥的打斗 而是在这些打斗中贯穿友情 爱情和亲情 所以打斗也变得特别有人文关怀 在几次武道大会后 地球恢复了平静 小悟空也长大成人 和小时候遇到的琪琪结了婚 两人还生了一个儿子叫孙武范 而这个武范 在之后的龙珠中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而这里也迎来了蓝二号的角色 一个和悟空一样有着纯正赛亚人血统的人 贝吉塔 而贝吉塔出身贵族是赛亚人的王子 也是和悟空一样在婴儿时期就被送出了赛亚人的星球 所以贝吉塔高傲自大 认为自己是最厉害的赛亚人 他刚开始是以反派角色出场的 而他来到地球的目的就是要找到龙珠 称霸宇宙 顺便杀掉悟空 而这个时候的悟空经过了刻苦的训练 加上赛亚人的战斗基因已经变得非常厉害了 他轻松就干掉了贝吉塔的同伴 而此时的鸟山明在绘制格斗场景的动线方面非常出色 每张图的衔接紧凑 动态感极强 仅通过画面就能让人置身于激烈的格斗之中 而悟空和贝吉塔的终极对决自然是非常精彩的 那个时候真的感叹鸟山明仅仅用黑白色纸 就能勾画出电影般的场景 让人进入到紧张刺激的格斗之中 最后以悟空的胜利结束 而贝吉塔则在奄奄一息之时回到了飞船中逃走 在这之后 编辑鸟岛发现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观众就是喜欢看这种热血的格斗 而此时又发生了一件事 编辑鸟岛被调任到更重要的部门 来了一位新的编辑靖藤玉 这位编辑和鸟岛相比有过之而不及 他一上任就不断催促鸟山明要继续热血打斗的主线 而此时的鸟山明已经动了要将龙珠完结的念头 因为他已经有点厌倦这种一直打斗的情节了 于是他决定设计一个非常厉害的反派 以终结整部漫画 这个反派就是龙珠史上第一个凶狠的角色 弗利萨 而弗利萨这个角色 也是鸟山明以他讨厌的编辑靖藤玉为原型设计的 因为地球龙珠被破坏 为了寻找新的龙珠 秀养好的贝基塔和布马一行人 都来到了一个叫做纳美克星的星球 而称自己为宇宙之王的弗利萨 也知道了龙珠的传说 他也要收集龙珠 实现长生不老的愿望 贝基塔在和弗利萨手下打斗的过程中 得知了塞尔人的母星并不是被陨石撞击毁灭的 而是被弗利萨毁灭的 得知真相后的贝基塔更加痛恶弗利萨 他痛恶的并不是同族被灭 而是被弗利萨欺骗利勇 这种冷酷的无情 一直是初期贝基塔的鲜明特征 塞尔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 如果在死亡边缘存活 那么恢复后的战斗力会大大提升 所以这个时候的悟空和贝基塔的实力都大大增强 悟空在飞往纳美克星的飞船里 还进行着艰苦的训练 而此时的贝基塔变得更加狂暴 在和弗利萨手下最厉害的 鸡牛特工队战斗的时候 表现得尤为如此 鸟山明的格斗画风也越来越出色 整个画面都能感受到战斗的氛围 让人身临其境 特别是鸟山明在人物的刻画上 由初期的可爱风调整为犀利的 音朗风格 人物的面貌特征和心理活动也异常鲜明 给人感觉看的不是一部漫画 而是一部电影大片 最终邪恶的弗利萨登场了 首先对战的是贝基塔 但贝基塔也只能勉强迎战 很快弗利萨就厌倦了 决定变身 就是变成高大状态 随着战斗的不断升级 弗利萨又经过了几次变身 最终变成了终极形态 一个光头的小怪物 这个就是鸟山明根据新来的编辑 所刻画的形象 非常深入人心 此时的弗利萨基本是一招制敌 在场无人是他的对手 贝基塔也奄奄一息 终于等到了悟空出场 而贝基塔在临死前 于是悟空开始和弗利萨认真的对决了 两人刚开始基本能打个平手 但当弗利萨使出真正的实力的时候 悟空完全招架不住 悟空不断提升的实力 最后一众人使用超巨大元气弹 将弗利萨炸入地底 可惜弗利萨受到重创 但并没有被消灭 而且变得更加凶残 当场杀掉了悟空 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小宁 这让悟空变得极度痛苦和绝望 这个地方 鸟山民引入了龙珠中 最激动人心的一个设定 就是当赛亚人在超越极限的一瞬间 就会变身为金色头发 浑身散发着金色火焰的超级赛亚人 这是龙珠里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关于超级赛亚人的设定 鸟山民的初衷是 觉得悟空的黑发每次都要涂色 特别麻烦 为了偷懒决定使用金发 这样就可以减少涂色 但是没想到这个设定却成为了龙珠史上最经典的桥段 这让弗利萨也异常惊呆 因为他也只是听过 因为他也只是听过 却从来没有见过超级赛亚人 这个时候悟空已经是完全的另一种境界了 弗利萨完全不是对手 他孤诸一致 释放了一颗毁灭纳美克星的能量弹 星球只有五分钟就要爆炸了 而悟空在最后时刻干掉了弗利萨 却来不及逃离纳美克星 随着星球的爆炸 死亡了 这个时候的鸟山民让悟空死亡 就是想在这里完结掉整部龙珠 所以 弗利萨也是他心中原本最强的boss 可是此时的龙珠已经是在日本漫画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成为了集音社一个招牌作品 龙珠漫画延伸的动画周边 手办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 出版社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鸟山民完结的 鸟山民只好在热血格斗的道路上继续下去 后续的龙珠在打斗方面更为极致 敌人也是越来越强悍 再也看不到龙珠初期那种轻松格斗的场面了 但也正是如此 龙珠庞大的世界观才得以构建 成为了一部宏大的作品 原本要完结的龙珠 却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不得不继续 此时的鸟山民已经出现了创作皮态 但是他也只好硬的头皮画下去 把心中所有的不满都宣泄在龙珠的打斗之中 所以后续的龙珠在打斗方面变得异常残暴 同时鸟山民还引入了时间机器 平行宇宙这些当时很火的概念 让整部漫画的可看性进一步提升 那么悟空已经死亡 谁会成为新的主角 鸟山民的心动历程又是如何 剩下的内容我们将在下一期为大家进行讲解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